重慶香港學生貼《大字報》撐劉曉波 在異見人士劉曉波被重判入獄11年的聖誕日, 在重慶讀法學院一年級的香港人范進朗, 為了追求民主、不畏強權在就讀的西南政法大學上, 張貼支持零八憲章來聲援劉曉波, 還在路邊拉支持橫額。 保安不止很快扯走《大字報》和沒收橫額, 還帶范進朗回派出所問話,到當日埃曼先放人。 范進朗獲釋後,發表一篇主題是《原來我們並不孤單的網誌》。 本來我以為自己是孤軍作戰, 怎知國家還有很多知識分子, 還有很多一同追求民主自由的年輕人。 曾經是新界那沙中學學生會主席的范進朗說, 他想為國家改革做貢獻而去內地讀書。 曾經認為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國家強性進步, 但去重慶之後才感受到言論和思想受控制的苦放, 令他下定決心。 明確反獨裁,反一黨專政,反打壓人權。 但他的網誌很快被剷走。 事件後,范進朗說沒有後悔也不擔心, 還勸面網民一起努力,國家就有希望。 靜雅 心想 靜雅 現在